研究员发现,晚饭喝杯红酒,积存在体内的致癌物质可以大量排出。 调查结果显示,吸烟或者吃烤肉等在体内聚集的强制癌物质多环方相听,在喝红酒后会显著降低,特别是喝了100%葡萄原汁的红葡萄酒。 专家建议,在门热中于吃煎烤食品,素食类食品的今天,晚饭喝杯红酒不失为一种值得推荐的健康生活方式。 葡萄自古被推尊为白果之宗,可以止咳,润肺良心,消炎降火至功效。 葡萄含有充足水分,即葡萄糖和维生素A、B、C、D、E并能提供纤维素和钙、磷、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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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钾等微量元素。 排有一定量的蛋白质、脂肪、胡萝卜素、维生素地下一楼、地下二楼和苹果酸等。 能维持身体细胞的健康状态,帮助器官排毒、净化肌体、软化血管、促进血液循环把血中的钙质运送至骨骼,增强骨钙质。 但是吃离子必须细嚼慢咽才能更好地被消化到吸收和利用,起到应有的效果。 晚饭喝杯红酒有益健康研究员对吸烟者进行了试验, 让它们在四天内连续每天喝200毫升红酒,并测定喝红酒前后尿液中多环芳香听的代谢产物依、抢鸡皮含量。 结果发现,吸烟6小时后喝杯红酒、体血液内依、抢鸡皮会经尿液大量排出,如果不喝红酒,依、抢鸡皮排出很少。 另外,葡萄虽然很甜,但其热量和脂肪含量很低,中老年喝红酒,可以帮助体净化器官、软化血管。 喝红酒还对厌食、消化不良、肠炎、慢性咽炎等疾病有一定的辅助疗效。 冬季喝葡萄酒的七大好处 第一,润肺氢造、止咳化痰、养血生机红酒味肝酸而平,有润肺氢造、止咳化痰、养血生机的作用,因此对喉干燥、痒、痛、婴雅、痰愁等均有良效。 第二,促进胃肠蠕动红酒富含膳食纤维,是最好的肠胃清洁工。 饭馆里的饭菜大都已胃取胜,食物多油腻或辛辣,之后容易诱发便秘。 而喝杯红酒,能促进胃肠蠕动,使积存在体内的有害物质大量排出,避免便秘。 第三,保护肝脏,适合饮酒的红酒含有较多糖类和多种维生素,对肝脏有一定的保护作用,特别适合饮酒室。 第四,低血压,养阴轻热具有降低血压,养阴轻热的功效,患高血压,心脏病,肝炎,肝硬化的病,经常喝些红酒大有益处。 第五,有助肾脏排泄红酒有助于肾脏排泄尿酸和预防痛风,风湿病和关节炎。 第六,促进食欲,助消化红酒能促进食欲,帮助消化,并有利尿通便和解热作用,可用于高热时补充水分和营养。 第七,养阴润燥消消风具有润燥消风的功效,在气候干燥时,满常感到皮肤燥痒,口鼻干燥,有时干渴少痰,每天喝一杯红酒可缓解干燥。 第七,养阴润燥消风具有润燥消风具有润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